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019年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2 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第一个要求 根据资料1让咱们指出我国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所处的生命周期 并且简要说明理由 那应该能够看出来这第一个题目的主要是在于我们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类型的判断 那第二个要求是运用SWOT的分析方法去评估A公司它的一些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 同时要指出网络所确定的两个战略目标在SWOT战略分析中所处的一个战略类型 并且简要说明理由 好,那这块我们第二个要求和第三个要求其实都是关于SWOT分析的 只是说一个是关于要求我们考生运用SWOT的一个模型来对A公司进行一个SWOT分析 那在此基础之上还要去判断一下咱们这个当事人 我们的主人公王璐所确定的两个战略目标 究竟在SWOT战略分析中所属的一个战略类型 好,那在这块呢,其实从职业能力综合测试的角度来看 关于这个SWOT分析的方法 那应该说呢,是命题老师特别喜欢考到的一个点 应该说是这块最为高频的一个点 那在这里之所以在战略分析这个模块下 命题老师这么喜欢来测试SWOT分析方法 那首先一方面,是因为SWOT分析方法 他既考虑了我们的内部环境,又考虑到了外部环境 他的一个测试相对来讲呢,更综合性一些 好,那另外就是SWOT的分析方法 他其实呢,对于考生的一个背诵和记忆的要求 相对来讲会比较低一些 那更多的其实呢,测重于对于考生综合素质的一个测试 那在我们综合阶段,其实呢,对于SWOT分析方法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SWOT分析方法 传递给考生一个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框架 你自己呢,沿着这个框架去探寻一下这个公司 它在内部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那在外部又有哪些机会和威胁 然后呢,对我们的A公司来做一个分析 好,那这一块呢,就是首先和大家来简要的剖析了一下 说咱们这个要求,它所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 那紧接着呢,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案例材料是如何给出的 他说呢,A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A公司或者是公司 是一个呢,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于201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呢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实现了上市 那从2013年开始 公司呢,就瞄准着新能源汽车 也就是燃料、电池汽车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机会 逐渐的开始转型生产燃料、电池汽车的一个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那在这个里边呢,通过了一系列的研究开发 技术许可等等 2015年,公司呢,终于掌握了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生产的核心技术 好,那在这块能够看出来 我们公司掌握了核心技术 那这个确实是属于咱们的一个优势 好,那接下来 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质子交换膜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已经获得了国际专利 好,那这块又是咱们的一个优势 有很多的专利 那我们的销售客户呢 包括国内前三大客运车制造商 好,那在这块 我们的客户 这块包括了国内前三大的客运车制造商 那这个也是咱们的一个优势 那由于公司产品性能稳定 使用寿命长 受到燃料电池汽车制造商的高度认可 好,那这块我们的产品呢 受到了客户的一个高度认可 这些通通都属于咱们的一个优势 好,那公司的董事长王璐 具有多年的汽车零部件技术研发 以及呢行业工作经验 好,公司的董事长 具有丰富的一个行业经验 那在这里呢又是咱们的一个优势 好,公司设立之后 一直呢从事汽车零部件的制造 积累的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 好,那这块呢 我们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 也是咱们的一个优势 因为特别呢是对于 有说像汽车制造 这样一个技术比较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而言 那这块呢 它的一个学习的经验曲线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部优势 好,那接下来 我们同时呢和国内多家一线汽车制造商建立 并且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那在这里 我们和一线的这个汽车制造商 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那也是咱们的优势 同时呢我们具有优秀的销售团队 和畅通的销售渠道 那这个也是优势 在研发能力上 公司呢具有较多的技术储备 也汇掘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研发人员 形成了较强的研发能力 好,有较好的技术储备 有较强的研发能力 这些呢通通通通通都属于咱们的一个优势 好,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说与纯电动汽车不同 燃料电池汽车呢主要是利用氢能源 将氢气转化为电能 因此呢只要保障氢气的供给 这时候燃料电池就会持续的输出电能 具有呢补充氢气块 零污染排放等等优势 并且燃料电池汽车的一个运输半径更大 能够满足诸如呢重型卡车等商用车 长距离续航里程的要求 但是呢由于目前燃料电池汽车 它的一个生产成本比较高 好,那在这里能够看出来 说可能我们这个燃料电池汽车的生产成本 它是比较高的 并且呢需要加氢站 氢气、物流等基础配套设施的一个支持 那在这块短期之内呢 它更适用于一些商用车、客运车 和特定路线的运输车 那在将来是否能够推广到 我们家用轿车尚存在着不确定性 好,那在这里也就是这个本身 将来是不是能够大范围的推广 其实呢是存在着一定不确定性的 好,那在这里我们继续呢往下来看 说因此我国呢燃料电池汽车 其实呢属于发展初期 上没有开始大规模的一个商业化的生产 好,那一方面说这个将来能否推广到 家用轿车存在着不确定性 而且我们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 那我们一线的汽车制造商 仅小规模的去采购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进行测试生产 那因此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及相关配件的一个制造商的数量也比较少 好,那在这块能够看出来 说我们一线制造商 那这块呢它对于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一个采购 仅仅是用来测试生产 而且呢又是一个小规模的采购 好,那这块呢应该说 说确实是处于呢发展的一个初期 我们可以隐隐地感觉到它是不是属于一个导入期 那一方面可能将来是存在着一定不确定性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采购也都是小规模的 而且进行的是测试生产 而且呢能够提供它的一个配件 以及相关的制造商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 那不管是这个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还是配件的制造商 整个这个赛道里面的玩家 也是比较少的 那这些的都能看出来 应该呢是属于导入期的一个特征 那国家呢对于环保问题的日益重视 有关部委出台呢相关的一个政策 来鼓励氢能源的发展 好,那国家相关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那这块呢应该能看出来 说外部其实还是存在着一些机会的 也就是工信部在中国制造2025中提到 说到2025年 制氢、加氢等基础配套设施呢 基本完善 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区域小规模运行的目标 那财政部也给出了相应的一个政策 逐步呢减少对于纯电动汽车的补贴 但是呢对于燃料电池汽车的补贴 在2020年之前还是保持不变的 好,那除了我们的一些工信部和财政部 给出一些政策之外 多个地方政府也相继呢 推出了一些地方性的政策 来支持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 那这些呢通通都是咱们的一些机会 比如说设立环保产业园区 鼓励新能源企业入住园区 提供免费的厂房和税收优惠政策等等 那与此同时 我们国内部分传统汽车制造配件企业 逐步加大在燃料电池领域的一个投入 好,那在这里 传统的这个汽车配件企业 逐步加大在燃料电池领域的投入 那这个呢对于我们A公司而言 应该这就是一个威胁了 好,那风险投资 也看好燃料电池的发展空间 开始陆续的投资 那这个呢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好,那相关政策的一个相继出台 和风险资本的逐渐流入 都推动着燃料电池汽车的一个商业转化 那在这里预计 我们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和较高的一个增长率 好,那这块通通表示的 都是咱们的一个机会 那根据呢我们这个发展的蓝皮书 然后他就去畅想 说到2020年的时候 我们呢这个加轻站的数量 和燃料电池汽车的数量 那包括我们轻能源的一个轨道交通车 到2030年会达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这些呢都是向我们描绘 说未来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前景和机会的 好,那紧接着来看 说目前呢阻碍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主要原因 是在于呢生产成本比较高 那其中呢我们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成本 约占燃料电池汽车成本的50% 因此呢降低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成本 是推动我们燃料电池汽车发展 占领和扩大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市场的一个关键 但是呢目前在这个阶段 我们国家呢在电堆 气体循环系统等燃料电池系统 关键组件的生产技术和外国相比 存在着呢一定的差距 主要呢是依赖于进口 溢价能力不强 好,那在这里能看到 一方面咱们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同时呢我们的生产技术存在着差距 而且被别人卡着脖子 依赖进口 溢价能力也不强 那这块呢通通表现出来的 都是一些呢劣势 好,那经过调研 王璐呢就认为 未来一线汽车制造商 将会呢大规模的增加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采购数量 那随着燃料电池 电力系统的一个产量上升 形成规模经济 那生产成本也必然存在着 一个下降的空间 好,那在这块 其实你反而可以倒推出来 说目前来讲 应该说呢 由于咱们是比较少的厂商 进行一个试生产 所以说它的一个采购数量上不去 那这个采购数量上不去 我们的产量就没有办法上升 那产量上不去 没有办法形成规模经济 所以我们的成本呢 也相对来讲会比较高 那这块一方面是我们的一个劣势 那另外呢 从导入期的特征来看 说这个产量上不去 成本非常高 那其实呢 也从侧面能够印证 我们处于导入期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 好,因此 王璐呢 在A公司董事会上 就确定将抓住市场机会 增加产品销量 降低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成本 作为公司的一个战略目标 好,那这块王璐呢 终于提出了第一个战略目标 好,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它提出的这第一个战略目标 首先第一个是抓住市场机会 那这块呢 就意味着在外部环境来看 我们这儿呢 其实是存在着一个机会的 好,另外一方面 对内的话 我们争取的是增加销量 降低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成本 说白了 现在就是销量上不去 导致你没有办法形成规模经济 进而导致我们的成本一直降不下来 所以说呢 虽然在外有一个机会 但是对内的话 其实呢 我们是一个劣势 也就是成本比较高 因此呢 它其实属于SWOT中的一个 WO战略 也就是所谓扭转型战略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呢 来改变自己的一个短板 那这块把咱们的劣势 给它弥补上去 所以它属于扭转型的一个战略 好,那我们技术部负责人陈磊 就指出 说公司并没有掌握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 两个关键组件 也就是电堆和气体 循环系统生产的核心技术 好,那这块又发现了 说我们的A公司可能呢 还是有一些劣势 咱们不掌握关键组件的核心生产技术 那目前呢 主要是依赖进口 那这块呢 我们通过增加产量 可以呢 降低可控成本的空间 非常的有限 那网络也认同陈磊的观点 因此呢 又将通过并购 逐步掌握核心技术 然后呢 增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实力 也确定为公司的战略目标 好,那在这里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这个战略目标 它所隐晦的体现出来的含密 一个呢 是通过并购 逐步掌握核心技术 那其实是不是说 在对内的角度来讲 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也就是说 我们是有一个劣势的 那另外呢 它就说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来增强公司的实力 那就意味着在外 其实呢 我们会有一个威胁 所以这块呢 我们的一个SWOT战略类型 应该就是咱们的WT战略 好,也就是防御型战略 好,那由于呢 燃料电池汽车的独特优势 因此呢 欧美汽车强国 也纷纷推出了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战略规划 大力扶持本国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制造企业的发展 抢占包括中国在内的 各国的市场份额 那这块呢 仍然是狼来了 好,也是一个 存在外部的一个威胁 好,那我们简单的 来看一下这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呢 其实首先第一个 就是指出电池动力系统 所处的一个生命周期 讲说明理由 那这个知识点 包括呢 这个考察的方式 应该说呢 和咱们专业阶段以来 是一路相乘的 这块呢 大家再去判断起来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块呢 我们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所处的生命周期 应该呢 是一个导路期 那最主要的几个特征 首先第一个 将来能否推广 应用到家用轿车 存在着不确定性 第二呢 就是我们仅仅是 尚未开始大规模的 商业化生产 仅仅是一线的汽车制造商 小规模的进行测试生产 那整个赛道里边的玩家 也就是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和相关配件的制造商 数量也比较少 最后我们的成本也非常高 那这些呢 都传递着 说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导路期 那第二个考察的方式 是运用死卧分析方法 对A公司呢 做一个死卧的分析 那前面我也分析过了 说这种考察方式 它其实呢 与其说是在考战略 你不如说是在考阅读理解 那这种SWAT的分析方法 更多的就是提供给我们 考上一个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框架 然后呢 有了框架之后 相应的一个素材 是需要呢 在案例材料里边 进行一个寻找和提炼 然后呢 把它填充进去 我们就能够做到 关于A公司的一个 SWAT的分析 好那这块呢 简单的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对这个A公司 做的这个SWAT的分析 那首先第一个 优势 比如说掌握核心技术 那有专利 这个客户 包括了前三大客车制造商 我们的产品性能稳定 获得了高度的认可 董事长有多年的行业经验 那公司还积累了 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 然后呢 和一线制造商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比较出色的这个销售渠道 有比较强的技术储备等等 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好 接下来再看劣势 劣势首先第一个 就是产量小 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因此呢 成本比较高 另外呢 就是关键技术 和国外相比 有差距 主要依赖于进口 溢价能力不强 好 最后呢 就是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降低可控成本的空间有限 这些呢 都是在题目里面 给我们提示出来的 说A公司 它的一些劣势 好 那紧接着呢 再看相应的一些机会 那这个机会 其实就是 我们各个部委出台的政策 地方政府 给出的一些地方性的政策 那风险投资机构 看好整个行业的发展空间 那最后呢 我国未来预计 将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和较高的一个增长率 这些都是咱们的机会 那威胁呢 同时存在 一类是国内部分传统汽车 配件制造企业 它开始准备进入这个领域 加大对它的投资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国际的一些竞争对手 也开始进入到国内市场了 这些呢 都是咱们的一个威胁 所以能够看到 说这SWOT分析 其实呢 就是通过 我们的SWOT 给大家呢 建立分析问题的框架 它的一个考察 更像是考察 阅读理解 好那最后呢 就是战略的一个类型 那首先第一个 就是抓住市场机会 然后努力的去降低成本 这块呢 对外我们有机会 对内的话 主要是想降低成本 那降低成本 其实恰好说明 我们这个成本现在是比较高的 成本是不太行 是有一个劣势 所以这块呢 就是牛转型战略 也就是WO战略 好接下来 下一个呢 就是通过并购 掌握核心技术 那实际上反而是 在说明 我们现阶段 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因此它是一个劣势 另外一个呢 就是增强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一个实力 好 那激烈的市场竞争 那这块外部是有一个威胁 因此呢 它就是WT战略 或者叫做防御型的战略 好 那应该说呢 整个这第一问 应该呢 其实具体下了 我们综合阶段的一些 考试的小特点 但同时呢 基本上 还是能够和大家 在专业阶段的积累 和熟悉的考试方式 做到一个衔接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要求 说根据资料二 要求咱们去判断一下 A公司 收购B公司的股权交易 是否呢 去构成了一个重大资产重组 简要说明理由 那除此之外 第二个要求呢 就算照企业并购的 四个不同角度下的分类 分别呢 去判断 A公司 收购B公司 所属的并购类型 简要的说明理由 好 那在这里呢 简单的 带着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两个小要求 那其中第一个要求 我们不陌生 它是咱们的老朋友 我们在2020年 那套题目的时候 其实呢 给大家设计到过 这种类似的考法 所以大家也会发现 其实呢 我们职业能力综合测试 你要说它难呢 确实有难的一方面 但是你要说它简单吧 其实也会有简单的一个角度 那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角度就是 重者横重 也就是之前 命题老师出现过的一些 考察的点和考察的方式 往往呢 它会在未来的考题中 不断地进行重复和强化 所以说这块你就能看出来 说19年的这个考法 和前边2020年的那个考法 基本上就是如出一辙 只是说呢2020年那套题 你在交易方向上 是出售一个股权 而我们这套题呢 它是收购B公司的一个股权 可能仅仅是交易方向上 出现了不同之处 那具体的一个考法 它的一个套路 应该说呢 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那这块呢 其实主要考察的 一方面呢 是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界定 但其实另外一方面 它要求咱们综合阶段的考生 你能够自己架构出来 说如果要想界定成为 重大资产重组 我们必须符合哪三个指标 然后这三个指标法条 是如何来表述的 然后呢 你再结合案情 来对它进行分析 所以说它难 是难在说 你自己能否架构出来 这样一个回答问题 分析问题的一个思路和框架 这个呢 是综合阶段 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 好紧接着再看第二个小问 第二个小问呢 它其实是说 按照企业并购的 四个不同角度下的一个分类 来分析一下 A公司 收购B公司 它的一个并购类型 简要说明理由 那这块呢 其实我也和大家 来简单的沟通两句 说这个并购类型的一个判断 其实呢 本身并不难 那我们这一问 难是难在于哪呢 难是难在于说 你自己能否搭建出来这个框架 你能否去告诉我们的命题老师 说我们关于企业并购的类型 按照四种不同的一个分类方式 我要做如何的一个分类 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一方面 好那在这块 我们呢 从并购类型的角度来讲 从双方所处的这个产业链来看呢 我们可能可以分为 这个横向的并购和纵向的并购 好那我们呢 从被并购方的一个态度 可以分为呢 友善并购和敌意并购 好那从我们并购方的一个身份来讲 我们呢 可以分为产业资本并购 还是呢 金融并购 好那最后就是呢 从我们这个资金来源的角度来讲 可以分为杠杆收购和非杠杆收购 所以这块它其实的难度 是在于说你自己能不能够架构出来 这个分析问题的一个框架 说按照四个不同的分类标准 我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分类 这个呢 是我们综合阶段 对大家比较高的一个要求 当然这个要求 你通过有针对性的一个事先的准备 是可以呢 完全把它给克服掉的 好那在这块呢 我们就简单的带着大家 来看一下这个相应的题目 那在这块呢 我还是明确 说在现在这个阶段 给大家来看这个历年真题 我们不是纠结于 说具体的一个题目 应该如何来解决 所以呢 关于这个重大资产重组这块 我就不详细的和大家展开说了 我更多的是希望在这个阶段 让大家能够知道 说在这个阶段 我们有哪些知识点是重要的 那这些知识点 它是如何来进行考察的 这个呢 是我目前这个阶段 要和大家来解决掉的问题 好那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为了增强公司的一个竞争力 获取呢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关键组建的一个生产的核心技术 降低我们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生产成本 A公司呢 就准备去收购 国内拥有先进研发 及生产技术的一个电堆 那这个电堆 其实呢 是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关键组建之一的这么一个企业 好那在这里能够看出来 我们自己A公司呢 是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 这么一个生产制造型的公司 而我们准备收购的这个B公司呢 它其实呢 是一个电堆的一个生产制造企业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这个B公司呢 是一家国内生产电堆的 非上市公司 那因此呢 其实从我们双方所处的这个产业来看 应该呢 是属于我们一个产业的上下游之间 所以这块呢 应该是我们的后向一体化的一个并购 好那接下来 我们最近两年 B公司呢 自行研发了多项电堆的一个专利 在电堆的研发和生产领域 处于国内的先进水平 A公司和B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好这块呢 它就给出了一些财务数据 这个主要就是让咱们考生 去判断这个重大资产重组用的 好那在评估的基础之上 A公司呢 就收购事宜和B公司的股东 进行了多次友好的一个协商 那所以呢 从态度上来讲 我们应该是一个友善并购 最终呢 B公司100%的股权 是坐价了3.3亿元 那对于呢 并购资金的来源 A公司董事会要求管理层 尽快提出筹资方案 好那这块是 既然是通过筹资来进行一个并购 这块呢 应该是属于杠杆收购 而且呢 本身A公司 它其实呢 是做这个实体经营的 它并不是一个金融行业 不是一个金融机构 因此呢 我们这个应该是属于产业资本的并购 好这块呢 就是从我们并购的 四个不同角度下的分类 来判断这个并购类型 好那这第一个问题呢 其实是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的一个判断 以及呢 它的一个理由阐述 这块我们就不过多的去阐述了 好主要呢 来看一下并购类型的问题 那在这块呢 我们按照双方 所出的一个产业分类 它其实呢 是属于我们的纵向并购 或者说呢 叫做后向并购 那在这里 从我们被并购方的一个态度 它应该呢 是属于友善并购 好那这块 由于呢 并购方A公司 并不是一个金融类的企业 所以我们是属于产业资本并购 好那最后 按照收购资金的一个来源 我们并非呢 是来源于这个自由资金 而是通过筹资来完成的 所以呢 它是属于杠杆收购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小题 这个第三小题呢 它主要的要求是 根据资料二 让咱们结合财务管理的有关理论 主向的去判断 李杰的观点是不是正确 如果不正确 还要求咱们呢 简要的说明理由 好那你能够看出来 说这道题呢 也是我们综合下卷 非常常见的一种考法 就是关于观点和态度型的一个题目 那我们呢 就主向的来带着大家看一下 那A公司呢 准备收购B公司全部的一个股权 就聘请了X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来负责收购的评估事宜 我们就企业价值评估展开讨论 那这首助理人员李杰 就产生了如下的一些观点 好 首先先来看第一个观点 他说呢 企业价值评估的目的是呢 确定一个企业的公平市场价值 好 那在这里边也就是按照 现行市场价格计量的一个资产价值 好 那在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企业价值评估的目的 确实是要去确定一个企业的公平市场价值 但是这个公平市场价值 它是不是我们按照 现行市场价格计量的资产价值 那这个呢 其实并不是的 那换句话说 按照现行市场价格计量的资产价值 它是我们的现实市场价值 它并不一定是我们的公平市场价值 因此呢 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说现金流量折现模型的三个参数 那包括了我们的一个现金流量 包括了资本成本 还有呢 时间训练 那在这里 我们现金流量折现模型 它其实呢 主要就是我们未来现金流来进行一个折现 好 那在这里边呢 其实就是未来现金流折现 好 那在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 它主要包括的一些参数 首先第一个 未来的现金流 这个是包括的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资本成本 好 也就是这个折现率 其实指的就是资本成本 好 那紧接着就是时间训练 这个时间训练指的 其实就是这个N 也就是现金流 一定是未来现金流折现 所以这个时间训练指的 其实就是这个N 因此呢 我们现金流量折现模型的三个参数 我们这个表述完全正确 好 那紧接着再来看 说其中股权现金流量模型中的资本成本 要采用的是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好 那在这块 我们针对不同的现金流 要采用不同的一个资本成本来进行折现 好 如果在上分子上 我们是股权现金流 那这时候折现的时候 我就不能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而应该是用股权资本成本来对它进行折现 所以说呢 这第二个观点表述也是错误的 那这个第二个观点 其实呢非常具有典型的综合阶段考试的一个风格 那在这里呢大家来简单的感受一下 说我们这道题其实它就是把一个大家在专业阶段 非常熟悉的一个现金流量折现模型 但是呢它并没有说像专业阶段一样去考察一个定量的计算 我是把一个定量计算的公式以一种定性的方式来进行了考察 那这种考察的难度 其实呢它会比定量的计算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会更难 比如说它问你包括了什么样的一个参数 然后呢它就问我们这个模型在使用的时候 它呢会在一些不太起眼的地方来进行一些概念的偷换 那这时候你必须呢要足够的警觉 你才能够发现命题老师它是在什么地方来偷换了概念 好那在这里这道题呢其实非常的典型 大家下来之后好好地去品味一下 说在综合阶段 命题老师是如何把一个在专业阶段定量计算的公式 它呢给你呈现出来了一种定性的考察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说股力现金流量模型中的一个股力现金流量 是企业呢分配给股权投资人的现金流量 那它呢就等于我们企业实体现金流量 扣除对债券人支付后的剩余部分 那在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 说企业实体现金流量 我扣除掉对于债券人支付后的剩余部分 它其实应该是等于我们的一个股权现金流量 那这个股权现金流量和股力现金流量 其实呢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这里边也是有问题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实体现金流量模型之下 我们呢采用两阶段增长模型 计算的企业股权价值 那它呢其实是等于我们预测起实体现金流量的限制 再加上呢后续期的一个价值 好那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我们是用实体现金流量模型 好那这个时候计算出来的 其实是企业的一个实体价值 并不是企业的一个股权价值 我用这个实体现金流量模型 算出来的是企业的实体价值 实体价值要减掉净债务之后 才能够得到企业的一个股权价值 所以这块你不同的一个折线的现金流 这块算出来的这个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一定是要一一的进行一个配比 所以这块大家注意一下 这第四点的表述 那也是不对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个 它说呢相对价值法 也称呢价格乘数法 是将目标企业与可比企业进行一个对比 用可比企业的一个价值 来衡量目标企业的价值 好那在这个里边 它的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完全正确的 那因此这第五项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好接下来再看第六个观点 它说市盈率模型呢 适合连续盈利的企业 好那这个模型的一个适用性 其实呢我们在2020年一套卷子 也已经涉及到过了 说市盈率模型 确实呢就是适合连续盈利的企业 那我们市盈率的一个驱动因素 是营业净利率 股利支付率 增长潜力和风险 好那在这里 大家呢和我一起来回顾一下 说我们市盈率的一个公式是什么 其实呢是我们的一个股利支付率 然后呢乘以一加之一 然后我们的分母呢是2S-1 这个2S呢就是股权资本成本 好那在这里 你从这个公式就能够分析出来 说咱们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 好那首先第一个 股利支付率 那在这儿这个是有的 好那这个增长潜力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增长率之一 好那这个风险 其实表征的是谁 是不是就是股权资本成本 好这个资本成本 其实呢从融资方来看 就是你的资本成本 那从我们投资方角度来看 就是我要求的一个报酬率 那这块肯定是你的风险越高 我要求的报酬率会越高 就是所谓的一个高风险 高收益 所以其实所谓的一个风险 在咱们这个公式里面 它体现出来的就是股权的一个资本成本 那其实你能够发现 我们适用率的计算公式 其实就只有这三个指标 因此呢它的驱动因素是并不包括我们这个营业经历率的 所以说呢这第六个表述 它其实也是错的 那其实你能够发现 说这仍然呢是会把一个定量计算的公式 它通过一种定性的方式来进行了考察 那这种定性的方式的考察 一定程度上来说 它其实呢会直接的比给你一些参数 然后让你去算一下这个适用率 我觉得其实有可能会更困难一些 所以这里边大家一定去适应一下 综合阶段它考试思路的一个调整 好那接下来再看第七点 说我们视净率模型 可以呢用于净利为负值的一个企业 好那在这里边 我们视净率模型 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拥有大量资产 且净资产值为正的企业 那因此如果说你的净利为负 其实只要是你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大于零 我们就可以呢来使用视净率模型了 因此这前半句话说的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它又在阐述 说净资产账面价值的数据容易取得 且不会受到会计政策的影响 好那你想一下这个企业资产负债表上面 我们这个所有者权益 也就是这个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它容不容易受到会计政策的影响 那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受到会计政策的影响的 那因此呢这第七点 说它不受会计政策的影响 那这个表述其实就错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八点 它说呢市销率模型的局限性在于 对于价格政策不敏感 也不能反映成本的一个变化 好那所谓的一个市销率模型 它其实呢从定义市场来看 我们的市销率呢就是美股的股价 除以美股的一个销售收入 好那在这里边你说都已经包含了销售收入了 这个销售收入对于我们价格政策敏不敏感 应该说还是非常敏感的 也就是你稍微去调整一下 咱们这个企业的价格政策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对我们的一个 影业收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这块呢我们对于价格政策还是敏感的 那它说不敏感这个表述是错的 当然我们市销率的一个模型就是 它恰恰是考虑到了美股的一个销售收入 那这时候呢可能关于成本的这个变化 确实就不太反映的出来了 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这个后半句表述是正确的 但是你拉通来看 整个这个观点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妥之处 好那我们这道题呢就是主向的去结合财务管理的 有关理论来主向的判断那这种观点和态度型的题目 那这块呢其实我们这道题主要测试的还是关于企业价值评估 那在这里能够看到说主要呢都是关于企业价值评估 从企业价值评估它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测试了现金流量模型 然后呢测试了相对价值评估模型 那在这里都是一些观点和态度型的考察 那在这里呢大家下来之后 自己呢去看一下相应的一个答案 那在这里边有问题的点 我呢也都给大家来指出了 谢谢大家